這幾天我們都關注到了賴齊德總統 速灘打黑打炸 刀起刀落 連殷媳大阿哥 鄭文燦都給你照押不悟 眾人只繞得瑟瑟發抖 除非 除非你罩子不夠亮 我要來告訴我們為什麼今天 所有人都為柯總召捏好幾把冷汗 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報警的觀眾朋友 現在是這樣 明知山有虎 偏往虎山行 明知不會贏 還繼續慘慘的投下去 第一個會期結束了 民進黨全敗 因為你加起來就只有五十一席 你只要不跟這八席的民眾黨合作 你是不可能贏的 這個邏輯概念在今年年初 1月13日那一天投完票以後 已經注定了 你去把那八席拉過來的話就好了 可是就偏偏不要 所以一路這樣子打完了 第一個會期以後通敗 國會的改革無法通敗 所有東西完全都投不贏 就傳出說是不是其實賴慶德 對於柯建民在立法院的表現不滿意 要不要把它換掉 我們進來好好把這題彈出來 會期結束了 禮拜二結束 禮拜三開通常會的時候 就感謝我們立法院黨 因為三場都在 立院團結作戰守護憲政 那這個場合 柯建民在 賴慶德也在 那他都感謝他了 你們還在見風插針什麼等等 除了這個以外 有去找那個台南的醫師 來講有關於現在 他的領路還蠻有趣 他說立法院你不要看立委每天在吵架 每一個立委IQ都差不多 事實上差不多 可是EQ差很大 所以EQ要好好的培養EQ怎麼樣去 情緒管理 情緒管理的話就要 深呼吸 他會找專家來演講 對要深呼吸 這是台南的醫生 顯然這個賴慶德總統應該也認識 柯建民就講說 解決情緒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呼吸 領導人都應該要上這個課 情緒管理課 講完之後 等一下 賴威廉 泰總不是坐在那邊嗎 他先走過去看他一下 我不是針對你 我不是講你 他就是怕他誤會 說你現在在說我 對 那個場景就有趣 對啊 有點此地無言三百 因為現場只有一個領導人 就是賴慶德 但賴慶德他也是開玩笑 他說 沒關係 我先深呼吸就好 他也聽到說 醫生建議深呼吸 我就來深呼吸 所以他就把他拿出來講說 是不是柯建民在酸賴慶德 那賴慶德會不會大到一揮 之後把你的總召砍掉呢 那觀眾朋友 因為這一些事情就回到 柯建民當立法院的黨團總召認識 你是不是眾望所歸 主席滿意 同志也都來信服他 那因為他去上了廣播節目 那我也跟大家講 我看這一題的感覺 跟其他的觀眾朋友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我其實大概兩個月前就訪問過他 是 他在我節目當中講一模一樣的話 只是沒有把他挑出來的很重點 那有像調題啦 對對對 那是什麼情節呢 就是說 他說1月13號投完之後 剛剛票數一算完嘛 對 他就知道一定不會贏 那我就問柯建民 因為問的問題一樣 回答的內容一樣 那你為什麼不選擇跟民眾黨合作呢 他的回答是說 我們是集體討論的 因為我那時候質疑說 是你自己要衝 你不買黃國昌睡 你也要衝嗎 他說沒有 我們開過會 1月13號投完之後 第二天我們就跟賴總統 因為他是主席嘛 還有這些重要幹部都一起開會了 得到的結論是 民眾黨 我們這8票 求不來 你去求他只是自取其辱 回過頭來 民眾黨就把他抓出來了 但是 你說你們第二天就開會了 還有卓榮泰 那為什麼卓榮泰在1月18號的時候 本人嚴正澄清 賴清德總統沒有涉入立法院長的軍事事宜 那回過頭來 你怎麼第二天就開會 那本人都沒有介入相關的這個立委 參選 去選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的事 你怎麼那天也在那邊開會 所以就被民眾黨拿出來去質疑 不過當然 柯建民的說法是說 我們的答案是那一天結果就是不要去跟民眾黨合作 所以有接觸 沒有換條件 就不算是去指派任何的所謂敵後工作 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總召的任務 你做貪庫還是要做窮州 看能不能把它創造最大的利益 可是 現在已經放出價了 他第一個會期看起來 他並沒有做得很好 你知道這樣的總召還要繼續擺在那裡嗎 現在這個東西 因為我聽到有人在講這個話 那後續呢 因為柯建民本人是說絕對沒有這回事 絕對沒有這回事啦 你把我當成是 王清平跟那個馬英九嗎 他是有這樣講 因為柯文哲有暗示過 會不會 哪一天賴清德就要砍掉柯建民 就像當年 馬英九不見容於王清平當地法院院長一樣 他說絕不可能 他說我每個禮拜要見他幾次 王清平跟馬英九多久見一次 我們不能相比 第二個 因為之前 蔡奇昌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在這個蘇家權跟遊戲婚年代 他也是新潮流 不然往一來後 他看起來比較年輕 也懂得調和頂按 身段也比較軟 所以就傳出說 老柯你也可以 就是萬年總召功成身退了 反正現在目前的立願生態 你五十一席也變不出花樣 你成立書 那有沒有辦法能夠 可以能夠吸收到其他的 這一些中間的選票 或是把民眾黨直接起義來歸 你做不到讓別人來做 但是這個東西現在目前被討論 我沒有更進一步的訊息 要看賴清德的動作 那如果以那個 賽中常會的這個互動來看的話 大家看到了一點點的貓膩 但看來他也沒有對他怒向 柯建民 他還是跟他開玩笑說 我先呼吸就好 到底賴清德會不會覺得說 好 柯建民在立法院已經無法 繼續你的工作了 我們民進黨再怎麼 頭都不贏 他想要換另外一個人來做總召 那就要看後續 黨主席有沒有什麼 更清楚的表態 讓我們能夠觀察到 他有這個想法 所以你剛剛提到 畫紅圈圈這個地方叫做情緒管理 深呼吸 柯總召你好幾次看那個場景 都在委員會裡面 腦袖沉入的都是他 該深呼吸的也是他 好 柯建民是這樣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當總召 所以他戰鬥團隊 他遇到國民黨跟民進黨的時候 跟民眾黨的時候 他是都不退 所以重點還在於賴清德對他的信任 還有民進黨50席 另外50席的立委對他 是不是認為說他夠當總召 為什麼其他的黨都沒有這樣 永遠都是他當總召 所以他當萬年總召 但是你賴慧昌 你剛剛俊翰哥講的 在每一次朝野協商的時候 其實話最多的可能就是柯建民 而且他不會服從主席院長 韓國瑜的現場的主持 他就會一直去打斷韓國瑜的講話 包含像前兩天 陸委會跟交通部 直接來朝野協商 為什麼 因為當天就要去講 我後來做人決議有沒有 希望我們的團遊能夠解開 我們很希望我們的旅遊能夠 我們團遊去了以後大陸可以來 可是顯然當天陸委會跟交通部 都找了一個理由說 我有外賓什麼樣 他們不想來 那這個事情其實 洪孟凱身為國民黨的黨編 他也就直接講了 奇怪 你部長跟主委你怎麼要來 不來什麼這個事實 但是 這個柯建民他就沒有去講說請家務總 他直接講說 你這大聲什麼 你這大聲什麼 你這樣賭啊 他會看成 因為他覺得洪孟凱在立法院的資歷跟他差了 他就會直接罵他 那這個 可是你罵了洪孟凱沒有用 旁邊還有韓國瑜 韓國瑜跟柯建民是1993年 一起進立法院的 他們是同學嘛 他想說好 下次 要請這些部位首長沒有來的 要罰寫一百遍 我會親自參加 用智慧來化解 那再來呢 還有包含了健保的這個 這個點值的問題 因為國民黨希望能夠最好到 一點一塊錢嘛 那他也直接就挑到 蘇清泉 你是不是有自己的醫院 你不能在這裡 你等一下會賺很多錢 現場朝來朝去 柯建民在民進黨的這個 總召的位置還能做多久 我們後續拭目以待 大家要問了 那賴總統的反貪大刀 一揮下去下一個要揮向誰呢 觀眾朋友 鄭文蔡才被收押沒幾天 你現在看到這個人是他的子弟兵 桃園市議員張兆良也出事了 跪下的紅軍 現在因為官說違建 實在說大不大 結果他得面臨牢獄之災 放手速攤 是不是也順便清理派系呢 再來看到 藍營你不要心災樂禍 同一個時間 天坑連發的新竹縣 縣長楊文科 官商勾結 也被起訴了 哇 所以這一刀出去的話 該瑟瑟發抖的是一大群人 好 今天還有報信的觀眾朋友 聽了嚇一跳 會以為開玩笑 怎麼會有議員 針對於違建跑去關心以後 變成官說 現在目前我們錄影的時候 還在深壓當中 對不對 只要壓起來 你我是桃園的觀眾朋友 你一定聽過這個人 為什麼 他叫張兆良 他可能沒有全國的知名度 可是桃園人都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是 之前桃園市長鄭文燦的子弟兵 直接重點栽培的是議員 而且在龍潭 他是唯一的最高票 比國民黨另外三個議員的票都還高 對 而且選議員都還可以 你看看 有沒有 還有這個 他當然後來也選過一次立委 誰巴掌 對嘛 蔡英文都來了 那蔡英文怎麼來的 因為大阿哥在這 所以連結起來 就是說他是蔡英文總統 他所支持的鄭文燦 所支持的張兆良 沒錯 所以在地方他是夠力的民進黨議員 結果因為官收違建 現在目前要升壓了 觀眾朋友 議員所謂違建案 常常接到陳情 你可以去問 博弈也在現場 但是問題是 今天有人來跟我講說有這個違建案 比如說我是既定違建 我有頂家 怎麼樣的時候 議員去關其實不會有問題的 對 因為這叫選民服務 如果有人要被拆了以後 你跟我陳情 我就跟公務單位跟監管處 開個協調會 對 不會有事 不會有事 那怎麼搞到要被關起來了 因為第一個他是A0類 他是應該急報急拆 而且他是一個要改成是 這個便利超商的店 在做的過程當中 本來要拆掉了以後 他跑去 叫這個桃園的龍潭的區公所 到下留人 那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沒有細節 我可以大膽跟觀眾表報 也許有查到記錄了 也許是貪污自衛條例的 所以他就面對 跟鄭文燦一樣的狀況 那我跟大家講這個張兆良 因為他跟鄭文燦做連結了以後 他就剛好啊 那親得的 抬抬抬抬 對不對 鄭文燦我要把你抬 鄭文燦的執筆我也要抬 那你看你有 結果跳出一個楊文柯 剛好 楊文柯難道也是擋住鄭文燦 2028的重要總統參選 對啊跟藍營 他是藍營的人啊 所以其實有了張兆良 再來了楊文柯以後 其實賴清德他現在目前 可以說是放開減掉 全台查的那個 親遇反而會回來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因為新的民調發現說 年輕人喜歡賴清德的比例增加了 對 年輕人基本上 一進到社會就是討厭這些東西嘛 關說啊 涉攤啊 拿錢啊都不行嘛 所以賴清德變賴清天的概念 現在問題就這樣 就是他賴清德的清茶素攤 得年輕票嘛 那所以你要知道了 現在問題是 當陶寅也有的時候 新竹現在傳出來 你就很難說賴清德還有目前 賴清德當總統之下的檢調是 政治辦案 因為他顯然藍綠都查嘛 我今天不是做查 如果你做查楊文柯 然後724馬上高鴻安 你記得都沒事 那你就正數一級而已啊 就又有綠 又有藍 等一下之後可能還有擺的 情況下 大家就呼呼了尊不成 那簡單講喔 觀眾朋友 陽文柯現場在新竹地方 是頗受支持 而且連續連任的 但是問題是 大家都知道啊 我先不要講陽文柯 我先講這個風財520 因為這個我們節目都有談過 你的工地旁邊外面 突然有車停在那邊 就整個攤塌下來的 表示工地的品質不好嘛 那如果你住新竹 你就會知道 我們只是看到一次兩次 這個叫風財520 結果工地是一路塌 這個風財520呢 他曾經裡裡外外 工地本身有塌塌 工地外面路也有塌塌 他的巴士 哇 天坑塌不斷 你怎麼可能一個工地不斷 他的巴士 那他的巴士 你現在不做什麼 結果現在檢察局查 發現說呢 包含當時的公務處長 還有這個縣長 都透過隨後的電話 好像就幾度的都在包庇這個 風衣建設 他的風財520 所以現在楊文科也要被送辦了 那你要知道 一路上下以後 大家回頭再看 楊文科現在也被傳出說 你在當縣長期間的時候 雖然很多的縣民支持你 可是有一些縣政的瑕疵 現在看起來斑斑可考 包含了工地 沒有沒有包庇工地 現在簡單要查了嘛 看來大麻煩了 再來 要被起訴了 再來 2023年的時候 竹北有一個瓦斯氣泡案 有一個16歲的年輕人 因為瓦斯氣泡 整個身體都皮膚剝落 就搞了半天 救護車都一直不來 你們看到畫面 我們把馬賽克起來 我看到沒有 左邊那個就是對於全身 都被那個氣泡給灼傷了嘛 臉皮都燙起來 大家很緊張 等不到救護車 那這個是羅斯汀送動了 那麼好死不死 當時楊文科人 人在日本聚餐喝酒 打高福酒 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現場沒有顧好 憲民的基本安全 藍的打 綠的打 再來高福安如果真的被起訴 判有罪的話 哇 藍綠白 只要打灘 射灘 通殺的情況之下 現在一劍三雕 一劍雙雕都很厲害了 還有一劍七雕 他的乙天劍怎麼這麼厲害 好大家現在看到 因為賴清德總統在 那個鄭文燦事件 發生的第一天下午 去一個告別室 我也不太清楚 那個行程是什麼 旁邊站著林俊憲 他就跑出來跟大家講說 不得不然 有沒有 那天他就講他要打炸 他要樹灘 他要掃黑 可是到現在為止 其實基本上只能看到樹灘 打炸現在還是有很多詐騙 你掃黑 你台南的開槍人都還沒找到 所以現在目前只有樹灘而已 但是問題是樹灘打炸跟掃黑 如果一路做到底的話 那台南要不要好好處理呢 台南從盧渣88槍 到這次的林氏姐 又黑又金 而且有一天問題 對 那你都已經回到台南跟大家講 市長站起來 立委站起來 大家都站起來 那你就要好好辦台南給大家看 那如果辦得好 而且辦下去的話 那麼他的子弟兵林俊憲選 2026市長 看起來就越來越下 那這個事情就相對複雜 觀眾朋友 我直接給大家看 林俊憲 因為昨天已經開始起跑了 大家都一直想說 他是不是要選 你不用懷疑了 他就是要選 可是他要選的事情 兩個是 第一個 連結他是賴清德的子弟兵 第二個 那他的民調 能夠贏過陳廷飛嗎 不能贏的話 你知道嗎 要衝黑的嗎 直接就沒收初選 有主席徵召嗎 那因為 觀眾朋友我提一個點 因為2019年的時候 總統是蔡英文 他要連任的時候 有人挑戰他 誰挑戰他 就是賴清德 賴清德為什麼挑戰他 他講說我們比民調 比民調 我們要初選 那你要挑戰蔡英文 都說要初選 你可以沒收地方的初選 直接徵召 林俊憲不要給陳廷飛選嗎 不就雙標了嗎 一句話說不夠 除非到時候陳廷飛 根本沒資格選 或者是陳廷飛 民調輸給林俊憲 對不對 那觀眾朋友 就是論事 因為還有兩年 現在目前最新的民調 因為他不會每天做 離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的 最近的民調 我放給大家看 陳廷飛在台南的制度 是41.6 就要跟你注意看這個數字 他一個人41.6 林俊憲才18.3 報案就不夠了 對半桿都還不到 對不對 還有一個黃帝宇更低 你兩個加起來 還不到一個陳廷飛 那我照這樣講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希望了 但是問題是 我剛剛講了 還有兩年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在立法院會跑來 反比賽跑的郭國文 也是新潮流的 郭國文當了台南市長部的書委 所以呢很簡單 我們就這樣解讀好了 林俊憲呢 他為什麼要這麼早開始起跑 第一個開始起跑的 其實他像台北啊 像高雄都沒有 因為他知道他跟陳廷飛的民調 有一段差距 他必須讓台南市民不要靠聽說 不要你去猜 我就是要選台南市長 而且我開始請跑 陳廷飛因為之前八年前 跟黃偉蛇曾經選過 所以他六個 台南有六個選區 都有他的這個後援會 林俊憲沒有 所以他現在開始動起來 只要他民調到時候 能夠接近陳廷飛 那麼再由主席賴清德的事實之下 林俊憲才有機會贏過陳廷飛 選2026的台南市 我真的會在一起 那裡有一個朋友 我喜歡的這首歌 我喜歡的朋友 我喜歡的朋友 謝謝… 我會在一起